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今天要做42瓦兹三角形的第一步 就是在三角形内标三个点 而且将它的长度线段和显示出来 通过这颗件 我们方便去观察它最小值发生的地方 首先我们 一开始 一开始我们先将所有的元件先删除 重新开始 在画面先点三角形工具 用多边形 画一个三角形 画完之后 在三边分别标点 这边是D 这边是E 这边是F 你这里一样可以用多边形工具 把这三边都连起来 然后再切成移动的 我们可以将这三边编长 改不同颜色 蓝色 然后这边是绿色 跟红色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显示它的这个数值 这边数值都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们今天想要探究的呢 就是这个周长最小 但我们不是自己把它加出来 而是让电脑自己把它加 所以我们现在点选这个文本 点插入文字 点个空白地方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输入一个 这个D 加上这个 EF 加上FD 等于 好 接着要计算长度的时候 点选这个 Josuva的图示 这边呢 有一些变数 我们呢 选择空格 接着在里面点下 这边输入这三段 刚好对应到的是D E F 所以D 加E 加F 好 那这样子呢 它就会自动加总这三段 这样子它就会自动加总这三段的长度 接下来按确定 你可以再切成 对 你可以再切成移动 点选它 让这个字形呢 扁大 接下来拉动这三角形 这三辈的桌场呢 就会及时的计算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探究的方式 去寻找 何时桌场会最端